和平 隱然 一說到和平 大概我們很快就會聯想到世界和平 一種愛在環境的狀態 由政治或者軍事的觀點去看 和平就是沒有戰爭 沒有暴力 沒有傷害的地方 由社會的角度去看 和平就是人與人之間的和睦共處 或者你好 我好 河水不犯井水的感覺 但是 聖經裡的和平 意義更加廣泛 和平的希臘文是Iwini 帶有和睦和諧的意思 所以亦都可以翻譯做平安 而和平的希伯來文 Shalom 侧帶有完全 健全的意思 其意義包含的範圍可以包括健康的身體 各種的太平和諧的關係 是一種神與人 人與人 並且人與所有被造之物共融和好的關係 就好像當初神創造世界時的狀態一樣 所以這一個平安 或和平牽涉的範疇 不單只是關乎外在的環境 或者自身有沒有受到傷害 或者有沒有人與人之間的衝突 它更加是包括我們身 心 靈的狀態 並且牽涉我們與神 與人的關係 這份平安 其實是一種由神而來的祝福 靈修一 羅馬書一章七節 我寫信給你們在羅馬 為神所愛蒙照作聖徒的眾人 願恩惠平安 從我們的父神和主耶穌基督歸給你們 保羅所寫的每一封書信 其實都是以同樣或者類似的說話 作為對收信人的問候或者祝福 這個亦都是當時人們彼此問安的方式 就好像今天我們會以你好或者吃了沒有 等的說話 用來做打招呼的用語 在猶太人的文化當中 他們會以平安或者願你平安 作為給予對方的祝福或者問候 保羅在他的祝福語裡 刻意將恩惠和平安 這些人認為很重要和甚好的祝福 跟神拉上關係 恩惠是神藉著耶穌基督白白給我們的恩典 是我們信仰的開端和近基 而平安是因為這個恩典帶出的果效 正如以弗所書二章十四至十五節說到 因他使我們和睦 將兩下合而為一 拆毀了中間隔斷的牆 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 就是那記載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無 保羅在這裏是要讓信徒知道 真正平安的來源在哪裏 從這個字表達了誰是擁有者 誰是領袖者 在這裏用從這個字 是要凸顯平安在神裏面 並且我們只能夠在他身上找得到 我們必須回歸正確的源頭 才可以找到相應的東西 再者這份從神而來的平安 最終的目的不是帶給我們一個平靜 不受干擾的生活 而是在任何的狀況之中 知道上帝與我們同在 所以這份平安有別於人和環境所帶來的安全感 通常我們是在患難之中 或者一些自己不能夠控制的境況之下 最渴望得到平安 或者是最能夠體會平安的重要 我們希望由外面可以找到倚靠 但是環境和人是不能夠保證會帶給我們真正的穩妥 保羅形容這位次平安的神 羅馬書15章33節 是我們的父 一位父親未必可以在每一個情況之下 都立刻為他的兒女解決問題 但是就一定會確保他們的兒女不會受到傷害 並且一直看顧他們 問題或反思 一平安對你來說是甚麼意思呢 二生命之中 特別是在風雨的時候 你在哪裡去尋找平安 你平安的基礎又是甚麼呢 讓我們一起去祈禱吧 親愛的主我們感謝你 因你是那位賜平安的神 求你幫助我們記得並且明白 因為平安是由你而來 當我們缺乏或者需要平安的時候 然後教導我們回到你裡面 仰望你這個平安的源頭 奉耶穌的名以祈求 雅門 零修二 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節 我留下平安給你們 我把我的平安賜給你們 我所賜給你們的 不像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也不要膽怯 上次我們思想到平安的來源 今天就等我們去思考一下 神所賜的平安 究竟是一份怎樣的平安 在風調雨順的日子 我們很少會想到平安這件事 但是當面對風雨 在絕處困境之中 就會有不一樣的體會 憂愁和焦慮 是我們在困難之中會出現的反應 在這些時候 人的意見未必可以真正地平復我們的內心 能夠平靜我們的內心的是一份平安 今天的經文 是耶穌知道自己將要走上十字架 將要離開世界 和門徒分離的時候說的 他知道自己離開之後 門徒一定會處於一個 龐旺擔心和憂愁的狀態 由耶穌呼召他們那一日開始 他們時常都和耶穌在一起 無論發生什麼事 都有耶穌在他們身邊 因為耶穌即將要離去 所以耶穌就將最重要的東西 留給他們 就是他的平安 耶穌指出他所賜的平安 和世界所賜的是很不一樣 耶穌留下的平安 是不會立即驅走憂愁或焦慮的感覺 反而是帶有盼望的穩托 因為心知萬事都在各位全知 並且滿有大能和慈愛的神的手中 耶穌強調這一份的平安是 我的平安 其實耶穌即將要面對人的背叛 並且死在十字架之上 由外面看來 哪有平安可言 耶穌的平安在於他相信一切的事情 其實都是天父的手中 也都知道最終的勝利是屬於神 可見平安和我們的信心 其實都是有關係的 基於這一份認訊 終然面對苦難 終然他也有他自己情感上的掙扎 但是在神裡面也能擁有這份的安穩 就是他的平安 問題和反思 一 回想過去你有沒有曾經經歷過憂愁或者焦慮呢 當時你是怎樣面對或者去處理呢 那你是選擇由人或者世界尋找出路 還是投奔去神的懷慮呢 二 面對艱難或者苦難的時候 通常你會向神祈禱什麼呢 三 試想一下在你的生命之中 有沒有一些難阻你經歷上帝平安的事情 有什麼元素是令你不能夠完全安息在他的平安之內 讓我們現在一起去祈禱 親愛的主耶穌 感謝你將你平安留給我們 在世上我們雖然有苦難 但是感謝你 因為你已經勝過世界 所以求你幫助我們 懂得去倚靠你 並且讓你的平安在我們的心中作主 奉耶穌的名去祈求 阿門 靈修三 馬太福音五章九節 替造和平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 作為信徒 我們不單止是領受平安或者享受平安的好處 平安或者和平是神的其中一種本質 既然我們是属於上帝的 其實是應該由責任讓這一份的平安 由我們的生命之中流露出來 八福其實是耶穌對門徒的教導 指出屬於神的人應該有的品格和特質 而這些的特質就會反映到天國的價值 其中耶穌提到 使人和睦的人必稱為神的兒子 使人和睦或者和平 不單止是處理紛爭 或者不同人增徑 這個詞原文帶有剃造和平 或者是和睦是者的意思 指的是一個人以追求和睦的態度 尋求和製造一個彼此理解、體率 而且經歷從神而來的愛和遙述的空間 要成為一個令人和睦的人不容易 當中包括我們要願意謙卑自己、聆聽別人 需要有忍耐、連率和愛 所以耶穌說 和平的剃造者 得之以稱為神的兒女 這個是一個身份 證明我們和上帝的關係 和我們在神角度裡的跡份 當我們靠自己的能力 我們其實是很難做到的 所以必須要靠著神的恩典 親身體會、平衡明白 耶穌基督是如何犧牲他自己 為我們帶來和平 就是我們得以和神恢復關係 這樣我們才能以和平代人 使人和睦最終的目的 不是要製造一個烏托邦 而是盼望人可以在地上都經歷 或者體會到神創世時的那種美好 問題和反思 一 你如何去理解作為和平之子 和作上帝兒子之間的關係呢? 二 這一次關於和平的經文 對你有甚麼提醒 在自己現在身處的一切關係當中 又如何成為神所派的和平之治呢? 讓我們現在一齊來祈禱 親愛的天父 讚美你是那位和平的主 並且呼召我們作和平之子 幫助我們看見剃造和平的重要 並且求你給予我們力量、智慧和愛心 去對待身邊的人 幫助我們可以能夠多忍耐 並能夠以和睦去代人 盼望我們在地上能夠成為 彰顯你和平本質的義女 奉耶穌的名義祈求 阿門 阿門 阿門